树架轰6K战机呼啸升空 奔赴千里之外的某海上靶场 经过数小时远程奔袭 机群到达目标海域 机组成员默契配合 突破地面防空的搜索拦截 对海上目标实施模拟攻击后 迅速奔赴某路上靶场 进行实弹突击 设置的科目有突击陌生靶场 也演练海上打击大型船只的各种战法 现在已经开始更多的是研究未来的战场 也是深度地挖掘手中的武器装备 能够发挥武器功能的全状态的使用 战机随后在某机场依次降落 机务人员按照新式保障流程 进行加油充电和弹药补充 大幅缩减再次出动的准备时间 随后飞行员再次驾机起飞 转入夜间长航时飞行训练 夜间飞行的时候 整个坐舱的环境和光线都不太好 同时还需要完成像下半夜 长航时等训练科目 让夜间飞行训练的难度 更加具有了挑战性 凌晨整个机群成功完成 最后一组训练科目 返回本场 此次训练圆满结束 从演练的结果来看 有的很大的实战意义 可以让我们缩短快速出动的时间 这样的话可以拓展我们的打击方位 考验了我们的实战能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